北京时间1月22日凌晨,七甲第二十轮结束了一场焦点战,最终客场作战的领头羊巴萨依靠雷西、苏亚雷斯和拉基地奇的进球,以5-0大胜贝蒂斯,好取七甲6连胜,再加上本轮第二名的马径遭遇平局,使得巴萨将击分领先优势扩大11分之多。 虽然本赛季黄马已经不是巴萨的夺冠对手,但是依然会是红篮军团关注的球队,而在巴萨克场出战贝蒂斯之前,黄马就在主场以七比一血洗了拉科鲁尼亚,一改进七的颓势,而巴萨也不甘落后,在上半场稳住局面的情况下,在下半场开启了惹不起的模式。 下半场开始后,巴萨利用贝蒂斯体能下降和立足未稳,先由拉基地奇首开记录,此后的时间,轮到了梅西的表演时间,梅西频繁利用个人超强能力带球完成突破,甚至对方后卫拉梅西都拉不住,让阿根廷巨星闯入禁区。 在十分钟内连进三球,梅西一人打进两球,并助攻苏亚雷斯打进一球,一支球队能否一直保持争贯的能力,就看能不能踢逆风球或者是稳固局面后,给予对手致命一击。 而本赛季的巴萨就是具备这样的争贯实力,已经在多场比赛的上半场踢得稳稳的,一到下半场就瞬间发动快攻,让对手立足未稳就遭受崩盘,比如国家得比3比0完胜黄马,客场4比2逆转皇家社会等等。 现在,巴萨继续自己的连胜步伐和领袍姿态,踢了20轮西甲,拿到了17胜三平及54分的成绩,由于本轮第二名的马径被逼平,给了巴萨将积分领先优势扩大11分的机会。 这11分的优势,以巴萨的联赛统治力来看,问点西甲冠军已经没有悬念了,而除了巴萨整体在联赛的超强统治力外,球员方面也是如此,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梅西。 本轮过后,梅西将自己的西甲进球数增加到19球,继续领跑射手榜,而第二名也是巴萨的球员,苏亚雷斯打进了15球,同时前10位还有并列第10位的保利尼奥,巴西伯角打进8球。 梅西除了领跑射手榜外,也在助攻榜实现登顶,本轮给苏亚雷斯送出一次助攻后,梅西的助攻数增加到了9次。 跟塞尔塔的西斯托并列西甲射手榜第一位,而排名身后的球员也有两名巴萨球员,分别是罗贝托和阿尔巴。 还有一点,更会让西甲球迷震撼,就是梅西19球,苏亚雷斯15球和保利尼奥巴球这巴萨新进攻三叉及MSP组合,一共打进了42球,比其他任何一支西甲球队全队进球数都多。 离42球最近的球队,是基奔榜第三位的瓦罗西亚,打进了41球。